V2的BOT 這次介紹V2的BOT 就是VFC的MP5 這是新增設計器 注意這東西有什麼要換呢 首先買的設計 下身的Tracker Group 那組的PASS 你把所有設計都換掉 這裡不長講 另一段時間 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要拿走這個東西 想辦法拆掉它或者換個封信片 它沒有說 拆掉它之後就這樣 你自己改一下去想辦法拆掉它 注意這個問題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這東西我想有些反應 它的尾頂是很有問題的 很容易爆裂 為什麼不用金屬製 你看到這些爛的位置 大家注意 當然不受操作影響 為什麼要拆掉這個東西 因為它一體化 代替了這個Buffer 第二部分就是注意這裡 為什麼不是黑色呢 因為我換了Bomb Master的飛機 鋁合金做的 因為原裝那個 看回我的圖 打到幾夾之後 就已經斷咀 你會發現它的設計很薄弱 其實這個上彈咀 所以我自己覺得遲早更換 不換就你幸運 因為我覺得太薄弱 根本就不能承受這麼大的衝擊 還要說Bull Stop 我不明白為什麼廠方不用金屬 或者加厚一點 這個擺筆 反而CFK做得很好 做得很厚 這個位置很難撕 這個位置很難撕 相對叫頂一下 注意這兩部分 都撿軌了 這個位置 這個是 這個 彩絲鏡的紅點 早期給T36用 這個是A3下身 又99x19 這個是A房 都用了一段時間 這個反應 VFC 鋼有什麼好處呢 MARULI做不到 它的上色 這些垃圾 就 說真的到高度 高度 這個 這個 這裏 聽說 都說用真鐵 這些位置 花了就自然 這些位置 有彈甲的附和位 這些 槍身花 你會看到 真鐵的情況接近 那些損耗 那些位置 所以 如果買外貌 我都喜歡買VFC 就算買都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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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出 上下身 就算出補品 都貴到媽媽不認得 作為收藏家 我覺得是 我自己推薦 買VFC 因為WE 也有出 但是 WUE 不上不下 樣子又不是漂亮 甲哥 弧度又錯 價錢又不是便宜 性能OK 聽聞好少少 我玩過都差不多 好少少 但是 如果改了補品 我覺得 改了飛機 其實已經改善了很多 還有上彈的位置 整個碟的位置 就是這樣 整個碟的位置 整個碟的位置 就是這樣